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场比赛会非常关键 也会非常激烈 今年中超能打到现在这个分上 是多年没有的 仔细回顾比赛 我们的判断可能也出了一些问题 现在没有办法 各个队最后一轮都要把握好 我们亚太一定会全力以赴 克服各种困难 取得想要的结果 一方主帅舒斯特尔 确实有压力作为下半赛季冲到几分榜中游的大连一方来说 面临如此局面也是始料 那几 最后一轮与亚太的生死战 他们背负了更大的压力 毕竟他们需要飞胜不可 重压再生的一方已经遭遇联赛四列百 在赛前发布会上 一方德国籍主教练舒斯特尔还是显得很有信心 明天的比赛非常关键 对我们来说不容有识 我相信明天的胜利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一定会利用自己的主场优势 拿下对手成功保级 赛前适应场地训练中 因拉桑缺席三轮比赛的亲生 出现在训练场上 对于秦生能否出场 舒斯特尔打起了太极 有可能吧 现在不能确认 对于这样一场极为关键的比赛 舒斯特尔坦言确实有压力 作为足球的一部分 压力肯定是有 何况是这么重要的一场比赛 亚太主帅曾经刚干小冬 发挥出来人所有的能量在最新一期国足集训名单中 亚太只有范小冬令人入选 作为一名年故而立的老将 范小冬局印生涯 在长春焕发了第二春 在亚太这几年时间 他也早已把长春当做了第二故乡 本赛季 范小冬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健 在左后卫 左前卫 后腰各个位置都游刃有余 在球迷眼中 账相帅气的范小冬身上 也有一股自言门气 对一方生死战前 范小冬代表球员表达了毕生信念 他说 这场比赛的形式就不用多说了 大家也都清楚 这场比赛关乎到长春这座城市 还有每个球员胸前的荣誉 明天我们要把一个男人所有的能量发挥出来 打好这一场战斗 留在中超 亚太球迷 更换微信头像 兼谢蒙保击亚太和一方的东北得比 让长春和大连两座城市也瞬间沸腾起来 从长春到大连 动车只有三个小时左右车程 大批长春球迷早已赶赴大连 又在大连市体育场 见证亚太保击时刻 在微信朋友圈上 很多长春亚太的铁杆球迷不断更新动态 有人把头像也换成了亚太队的队灰 还有球迷更是将头像 换成了保卫长春 四个字 球迷小张是亚太的死忠球迷 与很多球迷一样 他也没想到突然面临如此严峻的保击形势 2013年保击 我们没有放弃 2016年 我们信心满满 2018年 大家更是抱着是死一战的心态 没有考虑降级这种可能 我们一定会保击的 央视央视剧家两大保击战 能够解开最后一个降级悬念的比赛 不仅有长春亚太与大连一方的东北德比 还有广州恒大与天津泰达的南卫较量 更由重庆思维与贵州恒丰的西南德比 因此 广州恒大和贵州恒丰的态度 成了左右局势的关键因素 在外界更加看重东北德比和越间之争的结果 为此 CCTV5和CCTV5将分别直播这两场比赛 恒大表态 要拿出职业素养广州恒大作为机关王 本赛继承了示意者 不过今年中超收观战 恒大依旧扮演重要角色 他们在主场赢 战天津开达 这场比赛也直接左右着谁会消极 如果恒大辞意主场告捷 亚太和一方只要各取一分就会双双保级 当然东北德比 谁也不敢将命运交付到别人手中 由于这是恒大最后一场比赛 又在主场作战 赛线有关恒大会不会继续放声太大流言很多 毕竟连赛都属第二轮 失去争贯希望的恒大客战云比二不敌重庆思维 在后者保级形势变得极其乐观 昨日恒大赛前发布会 恒大主帅卡纳瓦罗的一番话 似乎让外界对于中超老霸主的气节有了更多判断 卡纳瓦罗表示 明天比赛我们要对得起广州恒大的标志 我们会排出最强阵容出展 虽然郑志和黄博文都有伤病 还有球员停赛 但是我们会选最好的球员 为了我们的球迷打好最后一场比赛 对于比赛中能否拿出拼劲 毕竟上一轮已经输给重庆 恰帅坦言 确实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荣誉 要去争取 可能会在动力上跟对手有差距 但是我们明天丝毫不会放弃 因为之前已经两年败了 我还是希望最后一场 能够给所有恒大球迷一个好看的比赛 此外 明天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对今年的总进球数 可以超过2013年巅峰时期恒大的锦球 一同参加八部会的张林鹏也表示 我和球队这么多年拿到了很多荣誉 今年我们没拿到冠军 到很多球员都在想 明年要拿回来我们想要的东西 主教练也告诉我们 作为男人 作为职业球员 要拿出职业素养 用实际行动来对得起买球票来看球